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五 现在我在市场里面准备开始帮大家淘机器 最近市场行情也是非常的惨淡 来市场淘机器的人相比前段时间也是少了不少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 在这里不管是全新还是二手的机器 价格都会比外面要便宜几百甚至几千 那么究竟市场的二手机有多便宜 性价比又如何呢 今天就要去带你们去市场一起看一下二手机行情如何 受发布会影响 现在整个市场的二手机行情都是处于一个暴跌的状态 手上这台苹果12polomax无所的128g亮机橙色 现在市场行情的话是在7400左右 这里二手跟全新机就有1900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这台机器是广东的老哥叫我们去市场收的一台机器 老哥也是蹲了我们有小半个月的时间了 觉得我们不管是帮忙淘机器还是撤击都是非常负责的 所以是很放心让我们去市场帮忙挑一台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跟国行一样的品控 质量以及功能都是支持5G网络插卡集用 a14的处理器运行任何大型游戏毫无压力 同时6.7寸的ole地屏配上3687毫安的超大电池续航 哪来当主力机使用一个4年左右也是完全不用担心配置会跟不上运行卡顿的问题 我们手上这台是无锁的11polo max256g的亮机橙色 现在市场行情的话是在6000左右 这台是老朋友叫我们去市场帮忙收的一台机器 老哥之前也是在我们这里入手了一台11polo max使用到目前都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也是把朋友放心的介绍给我们 让我们去市场帮忙挑一台橙色充兴的机器 可以看到这台机器也是非常的新 没有一点磕碰划痕 新机的品质外观以及二手的价格 目前除了苹果12系列的机型11polo max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性能配置上不会输给苹果12系列的机型 6.5寸的屏后置三项头1200万像素 配上3969毫安的电池容量 不管是哪来当主力机还是备用机 正常使用一天也是足够用了 苹果叉也是市场非常畅销的一款机型 我们手上这台就是真香机叉卡贴64g的量级橙色 现在市场行情的话是在2200左右 不仅价格亲民 同时机器整体配置也是非常不错的 内置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同时机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配上2942毫安的电池容量 正常待机一天也是够用的 不管是哪来当主力机还是备用机 性能配置都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机型 目前有所的机器都是可以黑解成 跟无所的机器一样插卡即用 机器功能性能都是跟国行一样的 而且如果你有双卡需求的话 还可以单卡改双卡 信号都是一样的稳定 苹果xs max这款机型就是当下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机型 手上这台是无所256g的量级橙色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3800左右 这里二手跟全新机也是有3000多左右的差价 虽然也是a12的处理器 但是xs max是6.5寸的ol1地屏 显示效果非常好 大屏游戏首选机型 日常生活使用也是完全可以满足 同时机身散热效果也是非常棒 3174毫安的电池容量 性能配置 续航上都不会输于苹果11 而且价格上还比苹果11要便宜不少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苹果11还是xs max 苹果8p学生党首选大屏游戏机 这台是帮河北的老哥去市场搜的一台机器 老哥比较爱玩游戏 然后预算也不是很高 只是想入手一个手机装满用来打游戏用的 苹果8p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机型 a11的处理器 不仅游戏性能强悍2675毫安的电池容量 正常使用也是够用的 同时机身散热效果也很好 边充电边玩游戏也不会出现严重发热掉真的问题 拿来当游戏机或者主力机 使用一个三年左右也是够用的 目前市场无所64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2100左右 苹果的机器淘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安卓的机器 手上这台是深圳同城老哥要过来面交的一台机器 老哥也是经常看我们直播给我们点赞 自己正好也想给爱人换一部手机 看我们侧机也是非常负责 所以也是很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帮忙挑一台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这台是华为最近都非常畅销的一款机型 华为mate30系列的机型 5g版本8加128g的亮机橙色 市场行情的话是在3700左右 相比前几个月也是便宜了不少 目前二手跟全新机这里也是有1300左右的差价 内置麒麟990的芯片 游戏性能以及系统流畅度都是非常好的 配上4200毫安的超大电池 在当下拿来当主力机使用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然后我们再来帮一位老朋友拿一台华为的妹的20polo 手上这台是8加128g的优低版的亮机橙色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 左右 老哥之前也是在我们这里入手了好几台机器了 目前mate20polo拿来日常生活使用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的 游戏性能不错 内置麒麟980的芯片 而且续航方面也是无可挑剔 4200毫安的超大电池 正常使用一天也是完全够用 后置三项头1200万像素 预算在2000以内的华为mate20polo也是不错的选择 哪来当主力机或者备用机使用 也是不用担心性能配置会跟不上的问题 好了 今天就差不多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准备回去了 每晚10点到10点半 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开始测每天淘到的机器 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过来一起看一下 我是小五 喜欢更多华香北二手机行情的点赞 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